台北市長的選情的部分 或許很多人還是相信 柯文哲涉及的MG149的清白問題 但是最早最早在 民進黨內的市長初選的過程當中 是誰提出來 柯文哲常常到大陸去 不能講庄業可謀 到底是演講還是教學 還是庄業可謀 這部分我沒有確切的答案 但最早提出來質疑的是 呂秀蓮前副總統 因為他當初也是要跟柯P 一起來競逐美景黨內 台北市長的參選人的代表性 但最後沒有回答這個答案 現在知道葉克摩的問題 到大陸去柯P去了 有18次之多 但是去那到底是做什麼的呢 崔老師有最新的答案嗎 有 但是我今天只公布一趟 就是說 我上個禮拜提出來說 捐錢給柯P的 MG149上戶裡面的 有三家有三家企業 三家企業大家現在都很熟了 我再講得更清楚一點 那麼三家裡面 美噸利是葉克摩的 百特是大綠葉的 然後美商亞培是做抗生素的 其實不管是大綠葉抗生素或葉克摩 都是柯P所主導的外科加護病房 大量使用的醫材 所以當柯P把這個責任 也就是說這三家在台大裡面 十年取得了16億以上的限制性招標的標案金額 以後柯P把這個責任全部推給台大醫院 說與他無關 都是台大醫院的 這三家的對象是台大醫院 跟他無關 我今天是針對這一點 也方便教育部 正在調查的過程裡面 那麼有更多的資料 那麼柯P不是說 他去過大陸18次嗎 我基本上大部分都掌握 但是我一次一次講 我今天要講的 是2008年4月21號 那時候柯P經過香港 到了長沙 由湖南的長沙入境 21號 4月21號 然後到了4月25號 他轉到了江蘇無錫市 住在藍天新港大酒店 大酒店就是台灣的飯店 五星級飯店 藍天新港大飯店大酒店 然後26號柯P就上台演講 講什麼呢 講葉克摩的臨床應用與進展 我等一下給大家看證據 那麼27號柯P從南京搭飛機 轉香港回到台灣 前後大概是8天 我第一個問題 柯P也被向台大醫院請假 我大概查過了 柯P請假的理由 他說是參加國際性的 什麼心肺的研討會 但是其實不是 我先讓大家看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就是2008年4月26號 柯P在江蘇省無錫市 剛才講的藍天新港大酒店所拍的照片 柯P是參加首屆美敦力葉克摩培訓班 培訓班是什麼呢 就是台灣的補習班 柯P這一趟過程從南長沙到無錫到南京出境 全部是由美敦力一手燒帶 機票旅費以及南天新港大酒店裡面 柯P裡面做登記的 擺單的都是美敦力 都是美敦力 請記住柯P是公務員 而柯P今天向台大請假 他如果誠實講 他是幫美敦力去做葉克摩補習班 幫美敦力上課 然後接受美敦力招待 然後領取美敦力的酬勞 那算是他誠實 可是他沒有 他隱瞞了台大醫院 這有沒有偽造文書使公務員登載不死 有沒有違反公務人員的行為法 基本上你一個公務員 你能夠捏造一個開國際會議的理由 跑到大陸去幫一個公司 美敦力公司 而且這個美敦力公司 我說過 我上禮拜講過 他跟台大的限制性招標的關係 非常的密切 他可以去幫一個補習班兼課嗎 領酬勞嗎 我為什麼說要領酬勞呢 請大家看 這是他議程 柯P在當天26號 中午的12點到1點 柯P講 這個人叫 臺灣大學醫學院柯文哲 講葉克摩的應用 葉克摩的臨床應用與發展 而這個活動 大家請看 這個活動在2008年4月 那時候大陸的物價不像現在這麼貴 每一個人一天的課程 一天的課程是要收費的 是要收每個人800塊人民幣的 另外時速費要治理 時速治理 收800塊人民幣 很巧合的 我去問美敦力內部人員 他告訴我 柯P幫他們參加這種活動 不是一次 很多 他抽一成 我算了一下很巧合的是 這一場正好收500個學員 一個人800塊人民幣 800塊人民幣乘以5 就是2000塊台幣 然後500個人就是200萬 抽一成 竟然是20萬 柯P不是講過嗎 說他演講的時候得到20萬 然後這個酬勞由那個公司 匯進他MG 1149的帳戶 難道就是這一種嗎 那我要問了 當然錢沒有進他個人口袋 他只是被接招待了 坐飛機的費用 以及住宿的費用 時速的費用 這酬勞20萬 沒有進他個人口袋 但是我請問 柯P是個公務員 你跟他上班時間 告訴台大醫院 說我去參加國際研討會 然後去辦一個公司 在大陸開著補習班 給他上課 可以這樣子嗎 有沒有違反公務員的服務法則 更重要的 柯P你不是講 說這三家公司 美敦利 亞培 百特 都是跟台大醫院關係 跟你沒有關 你跟他們不熟 都是台大醫院的事 他們會採購 請問你 那如果不熟的話 你怎麼會跟人家同機 坐飛機到長沙 再由別人把你送到無錫 然後再幫他上課 然後在藍貼新港 大酒店裡面 被安排住在 有客廳的套間裡面 你跟這個美敦利公司不熟嗎 這個是我所講的柯P 在08年 柯P在08年之後 只去過一次 就是去年去延安的那一次 北京參加養胃水的研討會 然後在延安去考察 毛澤東思想的那一次 至於其他的行程 都是08年以前 都是政黨輪替以前 那政黨輪替以前 我今天只舉一個 就是08年4月21號 到27號的中間 柯P跟美敦利之間的合作關係 好 我們待會回來 我們就來看看其他來賓 要怎麼回應 怎麼看到這個